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川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 隶属于四川省绵阳市 距省会成都市区160公里 距绵阳市区50公里 行车在宽阔的公路上 连绵的大山在雾中显得格外神秘 近在山脚下的房屋透露出勃勃的生机 早晨八点多 博物还没有散去 这里的人们已经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穿过北川老县城 从地震遗址现场 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 2008年那场灾难 给当地人带来的痛苦和损失 而我们的拍摄地 石椅枪寨 就在老县城旁边的山上 穿行在崇山巨岭之间 感受大爱北川 那么六年过去了 今天枪族同胞的生活到底怎么样 继续先行下一站 石椅枪寨 石椅枪寨 建在海拔1300米的山腰 进入寨子 只有一条人工开凿出来的山路 两旁悬崖峭壁 蜿蜒曲折 坡度很大 步行大约三公里才能到达 听说呀 这枪族是一个非常热情好客的民族 他们对于远方来的客人呀 不仅要敲锣打鼓 而且还要放礼炮 你听这锣鼓声 赶紧的 咱上 现在洗手脚 千载鬼开打 月亮的朋友 大家辛苦了 今天是一个特别吉祥的日子 青山颠头 遥远开 石椅环国营贵宾 现在以我们牵出的最高利益 欢迎开人 新入咱们 米炮中药 中国人 高职伤 中药 冲出尽 江青山颠头 北平 小美 中药 我们的朋友 金菜光红 谢谢 我听说这个一道枪红挂在身上 最意味着是他们对客人的一个最美好的住院 而且对于每一位远到来的客人 他们都会给你挂一道枪红 他们是枪族同胞 山上最美好的一个住院 也是最美好的一道彩虹 那么还是接着往下走 一道美酒喝口中大家共同是朋友 听说这个枪族人他们是以酒代客 就是酒是枪族人代客的一个必需品 而且你喝了酒大家就是朋友 戴上枪红喝上迎宾酒 第一次来到枪寨 我们的记者就被枪族同胞的热情所感染 听这里的人讲 在以前为了表达对客人的热情 枪族同胞都会在自己的寨门前 举办隆重的欢迎仪式 用自己最美好的东西来迎接客人 那时并没有礼炮 迎接用的也都是猎枪 然而时过境迁 很多老传统渐渐的被人淡忘 甚至是不复存在 十一枪寨为了吸引游客 发展乡村旅游 经过改进 使这项古老的习俗 重新展现在游客面前 让来到寨子里的游客 进门就能感受到他们的热情 瞧 我这舞蹈跳怎么样 这可是我刚学的这个枪族舞蹈 这件衣服怎么样 够合身吧 这可是我听说 这可是咱们枪族的未婚男子 要穿的衣服 因为它的颜色比较艳丽嘛 对吧 穆大爷 而且这个袖头上这个图案 也非常的有讲究 你看咱们看这个 这是一个云朵的一个图像 它的意思是怎么来源的呢 是这个就是 羌族它被称为云朵上的民族 所以它会把这个花绣在这个袖头上 另外这个荷花它寓意百年好和 因为这个花在羌族来说 一般是未婚的男子 由他的女朋友送给他的 而且是给他绣在这个身上 羌族人爱美 能歌上舞 衣服上的图案 都是一针一线绣出来的 羌族是个崇尚自然 相信万物有灵的民族 树有树神 石有石神 自己吃的 住的都是上天赐予 这种信仰使这个民族 更懂得如何尊重自然 尊重他人 因此在石以羌寨 很多地方都有着古老的传说 而石以羌寨的名字 便是由一把天然双人石椅得来的 这就是一把双人石椅 非常的新鲜 非常的新鲜 这就是 那么 武杰猪和豆干猪 成亲的时候 有天也赐给他的一把作业 我们的老朋友成为龙蓬椅 这边是天上的龙 这边是地上的风 南作与油 南作与油 这边要宽一点 要宽一点 这个要宽一点 听寨子的老人讲 石以羌寨地处半山腰 生存环境不好 这里的羌族先辈 便开辟荒山 种下果树 养了大群的牛羊 开始在这里繁衍生息 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其实石以羌寨 原本就是羌族同胞 聚居的一个 普普通通的村寨 但是他们这里 在传统中 就有种植果树的习惯 所以说要想说到 石以羌寨 是怎么从一个贫穷落后的 一个小村寨 发展到今天的这种规模 我们还得从 这片果园来说起 每到果实飘香的季节 村民便背着成熟的水果 到山下 换一些生活的必需品 由于这里海拔高 水果要比山下 晚熟一个月左右 口感极佳 慢慢地 石以羌寨的水果 渐渐有了名声 到了近些年 村里的老书记 邵塞贵 带领村民 又陆续种下其他果树 这样一来 春天可以收获琵琶 夏天收获李子 秋天有猕猴桃 水果多了 问题便出现了 由于通往山下的路 很难走 成熟的水果 不能及时运下山 很多都烂在树上 一个人 一条路 一个故事 其实在2000年的时候 并没有咱们现在走着这条路 当时村子里边的人 想要把那个村里边的水果 运到城里边去 只有通过那种 尖扛人碑 走着那种山间的小路 可以说整个过程是 非常的艰辛 当时村子里边 有一位老直书 名叫邵塞贵 他看到这个情况之后 是非常的难过 也非常的着急 因为在他看来 要是只通过这种 最原始的一种运输方式 才能把村里边的农产品 和村外的市场联系起来 那么村子里边 想要支付 这可能几乎为零 于是他大胆地 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通过自己的力量 和村民的力量 来自己为自己修一条路 于是他们用了三年的时间 修了全长三公里的路 也就是从山脚下 到达山顶上 一共是三年修了三公里 没有钱 更没有大型设备 套的就是一双双手 从2001年到2004年 全村人用了三年的时间 在坚硬的石壁上 开凿出一条 通往外界的致富之路 如今走在这条山路上 从路旁石头上的痕迹 我们依稀能够感受到 当时老书记 带领村民修路的情景 然而 当村里面逐渐富起来 老书记的梦想 也将要实现时 他却在2008年的 512大地震中 不幸遇难 这也让快速发展的石壹枪寨 蒙上了一层阴影 老书记带领全村的人 种上了果树 修通了路 同时呢 也带领大家发展起了农家乐 其实呀 我听说老书记也是咱们这个村里边 第一个发展农家乐的人 但是在2008年地震的时候 老书记却不幸遇难 现在呢 咱们是在这个老书记家的家门口 咱们进去看一下 院子里边是非常的安静 来到老书记家里 老书记的妻子方秦 正在和孙子孙女 一起捡豆子 方大姐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女 她不爱说话 几年过去了 她怀念老书记 但是她从来没有 停下老书记生前的事业 老书记在世时 要种果树 修禄 搞农家乐 方秦都是默默地 在后面支持 从来都没有怨言 老书记走了 留下一个发展中的实义枪债 和从废墟中 找到的一张老照片 一张身份证 和一个荣誉证书 还有修禄时 记下的账本 她的身份证 她的小生片 全部都在我抱抱口装起来 我说我装到抱抱口 那身份证 我说我老死 我还垮到我身上 你什么时候 看一看就忘不掉是吧 嗯 就是这样的 在家里边 老书记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家里面 她人还是 反正为老百姓作 想家务事 她很少做 就是我做家务 那媳妇来要来 做饭 我也是媳妇做工业子 我从外前里的外外 是我一把爪 一双手 看了这 她就 等于说 我刚才做醒了 就 搬了大队 搬了四把这些 我都支持她 去搬了那些事情 我我就在我做 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 方大姐告诉记者 老书记留下的永久遗憾 就是她现在的精神支柱和动力 老书记没有完成的事业 她会继续干下去 只有将十以枪债建设的更加美丽 让这里的百姓都能安居乐业 才是对老书记最大的高位 那么站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这个十以枪债的一个全貌 而且在这个枪债的周围啊 它是种了非常多的果树 可以说这些果树养育了一代又一代 这里的人们 也是他们一个赖以生存的一个根本 由于这里的平均海拔 是在1300米左右的样子 所以说这里的水果上市时间 会比正常的一个水果上市时间 晚上一个月左右 而且品质也是非常的不错 这里的村民突然联合起来 成立一个水果专业合作社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咱们一起来问一下陈初姐 你好陈初姐 咱们这里到底种了多少棵果树 我看一下是非常的多 我们现在是五千多亩 五千多亩 都有什么样的果树 现在是冬季 十以枪债新一届的村书记陈爱军 正带着村民给李子树剪枝 给果树施肥 听他介绍 路修通了 水果卖了出去 但是水果还是卖不上价钱 原因就是各家各户单打独斗 这样客商就有机会不断压价 好的果子被挑走 而品相差一点的客商根本不要 为了改变这样的情况 2009年村里便提出来 成立水果专业合作社 统一管理 统一技术 统一品牌 统一销售 并以合作社名义 申请无公害农产品 现在我们从起初的三十多家 发展到我们专业的三百多家 附设到金家一样的 还有人家拼几个村 带东周围了都 嗯 对 那现在咱们这个销路怎么样呀 我们的销路从过去的两块钱 的水果价值 现在我们的水果增值到十元钱 这么快 水果合作社的成立 不仅提高了水果的品质 打响了品牌 增加了收入 同时 优质的水果 也吸引了更多客人 来到实地采摘 促进了乡村旅游的发展 2010年 石以羌寨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成立 党员带头入股 村民自由加入 村里聘请对羌族的风俗礼仪 深有研究的母广员母大爷 来做顾问 负责向村里的年轻人 传授羌族的传统文化 同时 还请了对羌族舞蹈 和歌曲熟悉的何飞 来做管理和培训 想要把羌族的民俗活动展示出来 就必须需要演员 可是依据他们村里边的经济实力 从外边请专业的演员 又有点不可能 那么他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咱们还是问一下何老师 何老师你好 你好 哎 当初你们村这个就是关于演员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最后 我们这个村的演员主要是依靠当地的自己老百姓 我们这个思义村它是一个强筑的一个棋局 当时老百姓在强筑文化上它还是有一点滴云 有一点滴云 有一点滴云 它本来就还是会调一些艰难动作的舞蹈 比如说我们原生带的一些舞蹈 就有一定的舞蹈基础 有一定的舞蹈 其实它也会调一些强筑的原生带的歌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就说把老百姓也动员起来 说来参与这个乡村旅游跳这个跳国中 唱国跳舞来表演节目 这个也增加我们这种乡村旅游这种一种乡村的气息 冬天是旅游的淡季游客比较少 为了吸引游客 旅游公司便准备举办了一系列的文化活动 现在正在进行祈福仪式的彩排 祈福是由祖里的士笔来做 他是被认为能够沟通神灵的人 祈福仪式需要牵上羌族的图腾神阳 绕着村子走一圈 祭祀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神灵 感激这一年带给族人的收获 祈祷来年有个好的收成 祈福从祭祀塔开始 最后又回到起点 祭祀塔前势必要跳祭祀舞蹈与神灵沟通 祭祭祀塔前势必要跳祭祀塔前势 羌族同胞信奉自然 而起伏仪式正是他们沟通神灵的渠道 千百年来 羌族同胞正是跳着这样的舞蹈 从游牧走到农耕 从漂泊走到定居 这种活动举办不仅吸引了游客 同时也传播了羌族的文化 除了组织民族表演 旅游公司还聘请了专门的厨师 开发了一系列的羌族美食 听这里师傅介绍 羌族美食很有特色 都是自家的特产 豆花是村民自己手工卧的 而腊肉家家户户都有 羌族人有杀年猪的习俗 春节前 他们会把养了一年的肥猪杀掉 每家都会杀上三四头 抹上盐 经过熏制 腌制成各色腊肉腊肠 然后就可以吃上一年 来了亲戚朋友 腊肉就是最好的食物 寨子里的老人们说 以前大家不富裕的时候 谁家挂的肉多 就说明谁家有钱 如今这些腊肉 不仅可以作为旅游商品出售 同时经过厨师加工 也成为吸引游客的特色美食 如果没有风云不会倒 如果没有水雨不会有 如果没有太阳 月亮就发不出关 今天如果没有我们远方的朋友的到来 我们就不过来有这份的喜庆和迹象 第一万九 第一万九祝大家 祝大家迹象容易 把我们充满神经的流失 来到十以枪寨 客人一天要喝三次酒 敬寨时喝迎宾酒 午饭时有席间敬酒 晚上篝火晚会中要喝杂酒 而这些活动都是村里的旅游公司 根据羌族文化设计打造的 客人来到寨子里 上午可以欣赏美景 中午品尝美食 下午体验采摘的乐趣 而晚上就可以与羌族朋友 一起参加盛大的篝火晚会 最后住宿下来 一晚忙了一天的村民脱下干活时的服装 穿上漂亮的民族服装 围坐在广场上和游客一起参加篝火晚会 喝杂酒是篝火晚会中的第一个节目 也是最神圣的一项 往往由寨子里最权威的老人来主持 一旦春天包有风跳雨水 二旦打敌包有无故风帝 三旦宰世包有彩原光景 枪族有酿酒的传统 酒是用大麦 高粱 玉米酿成 封在坛中 饮食打开 插上主管 众人轮流来喝 因而称之为扎酒 枪族人认为 酒有神奇的力量 而这种力量能给人带来好运 在故时 喝杂酒是解决部落矛盾的重要手段 因而 枪族所语中有烟散气 酒节情之说 在以前 每逢枪族的传统节日 他们都会聚在广场上喝酒 唱歌 跳舞 庆祝节日 如今 时宜枪寨发展乡村旅游 把这种古老的习俗设计成旅游体验方式 通过神秘的篝火晚会 让游客彻底喜欢上 这个热情好客的民族 在枪族古老的传统中 火不仅能驱赶寒冷和邪恶 还是吉祥的象征 火红的篝火 染红了每一个人的笑脸 绚丽的烟花 编制着石以枪寨 美好的未来 熊熊的篝火不断地燃烧 像枪族同胞的日子一样 红红火火 而这火红日子的背后 是枪族同胞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建设起来的 有艰辛 有曲折 更有欢乐和幸福 他们从地震中坚强地站起来 依靠自己传统的农业优势 用枪民族的传统文化探寻出一条 以水果产业为支柱 特色枪文化旅游为主的致富之路 2011年 石以枪寨被评为全国文明村镇 2014年被评为美丽中国十家旅游村 石以枪寨是离都市最近的古枪原始部落 也是独具特色的香格里拉 来到这里 我们可以真实地走进自然 清水 炼绿 寻古密忧 从容地享受天人合一的美妙 感悟回归大自然的真谛 五天的拍摄很快就画上一个句号 五天的相聚虽然很短暂 但是我们却时刻都能从羌族同胞的身上 感受到他们的欢乐 勇敢 自强不息 和对创造生活的坚定信念 好了 朋友们 本期节目就是以上这些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 感谢收看 再会